大家好,这里是心灵感悟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漫长到人生旅途中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琐事 这个时候你不妨糊涂面对 假装不知 或者做一些模棱两可的姿态 时间将会化解一切 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生活态度 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生活中要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难 关键是如何将此运用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这是一门科学 更是一门艺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逍遥之灾的度人生 宽容爱道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圆容置如油之场 恰到好处巧办事 用睁开的眼睛 看世界 用闭了的眼睛 磨去世界的无奈 能够作到这一点的人 可谓是活出了极致 古人银 谁知青者无语 人知常者无土 这其中所印含的道理 正是人们为了处事所需要的真理 我们知道为人处事是一门学问 更是一门欲俗 要为人处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哲学 在现实社会中 如果一个人过分讲求原则 难免会碰钉着 为周围的人所不容 甚至仇视 感觉文人处事至难 这就需要人们 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 都不要太认真了 不让难得糊涂 突破我们自己的道德底线 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于精明 乃是人们周旋已逝的最佳方案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做人 要做得糊涂确实不易 这不仅需要我们有一定的修养 还要有一定的哑令 在你的下属出作的时候 你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的下属会应用你的宽容而心存感激 权力为你工作 你的丧失犯错事 你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你的上师为你 替自己保证了面子而拉近了上下属之间的关系 处在婚姻之中的人们 也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你的婚姻才会完美无瑕 才会如城墙般坚固而容不倒塌 一切的一切 只要你细致入微的观察 都会有狭批的地方 狭吃怎么办呢 难道他都 你都去追究去处理吗 如果这样 只会为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烦恼 其实换一种角度 来看待他将会发现 凡事都有其美好的一面 为人出事 小事糊涂 大事精明 对小事不能太认真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好 这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随锅逐流 不讲原则 而是说 对无关大局的事 不要过于计较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以开阔的心胸 去接纳世界的仇恶和美丽 同样也需要 也需要以宽容的胸怀 去看待每一个人 不要揭穿他的秘密 给他保留一份至尊 也要给自己保留一份仁慈 人还是要不要太聪明为好 聪明的人 在别人眼里 会让对方多心 专门来观察你的一切 自己也总处于被观察的角度 有此我们还是要装一点糊涂最好 这样才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更明白 也更容易去珍惜现在的时光 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生活都是由每个当下组成 人生的感情问题 同样也是如此 无论你是亲情 友情 还是爱情 我们不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用睁着的眼 去感受世间的温情 用闭着的眼 去酝酿 深意成澈的情感 可以让彼此保持原有的感情 而不会被受伤害 有时一方可能会有善意的谎言欺骗你 但最后你肯定会知道其真实的一面 这时千万不要去直接揭穿它 因为如果对方不是为了你考虑 又何必要欺骗你呢 所以他还是要在乎你的 你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装作不知道 即使对方知道你已经明白 这样反而会更加拉近你的距离 因为你知道 你也会为它考虑 在宽容之心的趋势下 我们不会捅破那张神秘的面纱 然而我们会带着温馨的笑容 过好每一天 以新的面容来对待我们的明天 世间万物都是起昏暗的一面 而你只要以平常之心坦然处置 闭上一只眼睛 你会看到别样的世界